歡迎來到飛碟午餐 我是尹乃金 我是尹乃金 我是尹兆宇 好 今天這個 飛碟午餐地球人你好之前呢 我要先來問一下 林少宇 你在飛碟午餐 在今年的中秋節收到的最好的禮物是什麼 中秋節收到最好的禮物四個柚子 你真善良啊 那是我給他的 但我就說今年中秋節對我來講呢 最好的禮物是什麼你知道嗎 大陸發現嫦娥石 你沒有看到這個新聞 因為他們的科研研究啊 他們從月球呢 帶回來了14萬份的樣本 然後從裡面呢 他們經過那種 就經過最新的這個技術嘛 那個呃 其實用 然後去去分析出來了 其中就是 命名為嫦娥石 它是一個磷酸的 一個礦 磷酸的礦 那表示說 你都不知道對不對 嫦娥以前碰過 你都不知道這件事情是 他命名叫嫦娥石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中國呢 是第三 中國大陸變成是第三個在世界 世界上呢 在月球上面呢 發現新礦物的國家 我覺得很興奮的是因為呢 你知道我對於 一類的新聞都很興奮嗎 哈哈 就是說今天如果說是 沒有蘇聯了啦 就俄羅斯 發現一個什麼 什麼 俄羅斯如果發現什麼詩 要叫什麼 不對於俄羅斯的 這個傳說不太清楚 對 我也會很興奮 好好回來 我們回來來看 中國大陸是全世界的 第三個 第三個 登陸月球的 它不是人類登陸月球 可是它是機器登陸月球 對不對 對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它在這個科研上面呢 它是在 第三個國家在那邊發現 新的這個新的礦物 我就覺得 好酷喔 嗯 不過現在只要有能力到 登陸月球 就算不是人 登陸月球 你採集到礦物 大概也 基本上 大部分都是新發現 沒有 你真的 沒有嗎 因為就是這三 你說你真的太令我太令我興奮了 因為呢 你對其他很多事情這麼的在行 對這件事情不在行 沒有 因為很難 它有14萬份 它帶回來了14萬份樣本 從裡面 這樣子分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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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 記取NASA教訓 NASA當年不是什麼 比如派人類登陸嗎 對 然後取回來很多標本嗎 嗯 後來那標本就分散到各個 各個美國各個這個領域的這個專家 手上去研究 對 他們現在也是做這樣 然後呢 為什麼那時候呢 全世界只有NASA 只有美國一個國家有能力登陸 有能力派這個 然後呢 所以這些科學家對於這些 手上拿到這些礦物的標本啊 什麼 那些東西也不是很在乎 有些呢就 這個寫了報告給NASA以後 那個東西就丟到 塞在抽屜裡面去了 真的啊 後來這些標本呢 有部分呢 因為這些科學家老去 他們後代 整理遺物的時候發現 這個東西可以拿去賣 哦 就放在那個網站上去賣 就大量 大量的標本 這個流落在民間 那沒關係啊 那他後來說 呃 就是 我竟然這麼輕鬆說 沒關係啊 反正MASA也沒有認真在研究 那就流落吧 他們就 然後就說 就 就 就就就就就就開始說 這些東西賣出率到底合不合法 就發現呢 這些東西當年根本 連收據都沒有 就說他們完全合法 就他就改了改了個法律說 從今天開始不准在外賣 那禁止不了啊 大家照賣啊 因為你當初就沒有 對啊 對啊 那你不能發 你看我覺得很酷啊 他他 對 因為對不起我們再講一點點就好 滿足我對於 就是對這這類的新聞 我覺得 那你喜歡看科幻新聞 科技新聞 對我對於登月 而且你不覺得在這種世界 烏七八糟的時候 嗯 做科研研究 超越這些問題 我覺得帶個人來 你是利用外太空來當做這個 逃避嗎 對啊 好你看他多厲害 他這個嫦娥時呢 他是這個嫦娥五號 他的月球樣品的 玄武岩的碎屑裡面 然後他是一個新的磷酸鹽的礦物 好 我們來增長點知識吧 屬於允鈴納鎂鈣十足 柱狀晶體顆粒大小大約是 2到2-30微米 對不起啊 我這個方面真的不懂 不知道他那個 那個數字到底要怎麼念啊 你看 他是這個中和集團 核工業北京地支研究院 他他們透過 X射線演射一系列的 這個手段之後呢 在14萬個月球樣品顆粒之中 分離 分離出一顆 歷徑大約10微米大小的單晶顆粒 好然後你去 成功的去解憶他的晶體結構 然後經過國際礦物學會新礦物 命名還有分類委員會 投票通過 他是個新礦物 是月球上發現的第六種新礦物 他等到 他等到一會來發現月球人的時候 發現一群人就在說 你們有一天 你們有一天某年某月某日 把我們一個礦物偷走 偷走 還命名這神奇莫文奇妙 我又不是你的殖民地 為什麼我那麼興奮呢 因為那他其實就是偷自我 哈哈 好無聊 好來吧來吧 今天那個林哲宇要告訴我們幾個 哪一些好幾個啊 重要的這個國際新聞 來先跟我們大師說明一下 現在正在中亞的這個 今天是在14號是在哈薩克訪問 他過兩天呢 就要到隔壁的國家 這個烏茲別克 參加這個SEO上海合作會議 上海合作組織的會議 然後這個今年有很多這個重點 再有第二次呢 這個烏克蘭跟這個俄羅斯的戰爭 烏克蘭在差不多一個禮拜以前吧 五天之前這個突然展開反攻行動 讓俄國這個這個下 他怎麼樣 非常吃憋 非常吃憋 然後呢 而且他你說他收復了多少 一個禮拜大概收復了九千平方公里的這個土地 就是原來屬於烏克蘭領土啊 然後這些這些土地呢 是俄國在過去幾個月好不容易才打下來 意思是說他現在現在真正又回到原點 實在是很糗 嗯 然後呢 再來就是英國國王查理三世登基以後呢 大家最關心有幾個關心的議題就是這個 查理三世會不會把王室的成王室的規模縮小 王室規模 所以王室規模不是說你只要是王家人就要王室 王室規模是說你必須要全職的這個從事王室的活動 你才能從政府拿錢 嗯 然後這些英國英國的這個納稅人一向有一個這個這個感覺就是王室拿錢太多了 嗯 除了這個除了王室成員會不會縮減之外還有一個現在很多大英國協的人 搞不好大英國是成員不是人啦 成員 大英國現在國家 有可能 搞不好都要脫離 好那我們最後一個要講的是 英國新的首相 他因為最近最近是在這個英國是在國上期間 議會不開會啊 所以他就有幾千緩衝的時間來準備他的這個新的政策 最主要是說他會不會這個用威威脅這個字來形容英國中國對跟英國的關係 好那我們首先先來看這個習近平呢就是今天要訪問呢哈薩克 對那當然最受注目的事情就是教宗也同時在哈薩克訪問 對 然後呢教宗是這邊參加一個這個宗教全世界宗教領袖會議啊 那習近平沒有聽說他他他受邀參加這個會議 那習近平那可是這兩個人就偏偏在都在哈薩克 這兩個人會被碰頭碰頭碰面了等等 就成為一個這個大選案了 也許今天才今天結束之後就知道了 不過呢教宗這個接受訪問的時候講的話有點玄機 他說他不能講這件事情 可是他可以跟大家講的是是他隨時要去中國都可以去 對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說你們你們中國跟這個教廷之間已經就建交事情這個達成的協議了嗎 只不過現在不不方便公開說而已或是不方便還是怎麼樣 嗯 教宗呢他是呃 9月13號就啟程了啊 他這次到這個哈薩克呢是要參加第七屆世界和傳統宗教領袖大會啊 呃我好像之前有跟聽眾朋友觀眾朋友講過啊 呃梵蒂岡有那個梵蒂岡中文網的APP 對啊 所以呢呃我下載這個梵蒂岡中文網的APP呢 就是為了要持續的追蹤啊就是中反中國和梵蒂岡的關係的變化啊 嗯 以及台灣之間關係的變化 然後呢也可以從這個梵蒂岡新聞網裡面呢看到這個教宗的這個動態啊 呃呃非常有意思的是呢呃教宗就是教廷的國務卿啊 他在教宗呢出訪哈薩克的時候呢他接受這個訪問啊他就說祝願增進相遇及對話 哎我都覺得說他們說的這些話呢對就到時候就他他他他當然也是可以講就說是參加這個會議啊 而且因為呢呃哈薩克這個世界世界和傳統宗教領袖大會發起的國家呢就是哈薩克啊 然後所以呢他從他發起了之後呢呃教宗就教廷方面呢對於參與這個活動的態度呢向來都是非常積極的啊 過去呢呃他曾經派這個書記主教然後這一次呢教宗親自去啊就意義呢當然就非常的不一樣 非常不一樣而且今年呢又是呃呃哈薩克呢和教廷呢建交30周年啊 那所以你我們也可以說這呃盛作他們就是他們的用詞是這樣的啊就盛作國務卿就是教宗的這個國務卿呢 呃他談說啊曾經相遇和對話呢是在一個宗教上面的啊跟這個世界各國的各宗教領袖這個對話 但也不知道他會不會有其他的相遇和對話 不過光光是這個跟習近平同處一個國家就很讓人會很讓人聯想啊 對好那他這個到哈薩克然後之後 呃哈薩克呢最主要是我們先想先聊先講哈薩克對 為什麼要去哈薩克沒錯 呃哈薩克是這個習近平從這個疫情開始之後第一個訪問國家啊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他2013年的時候他提出來一帶一路建設的時候哈薩克是第一個這個跟他跟哈薩克 哈薩克是中國第一個這個簽署一帶一路合約的國家 兩個人兩個國家之間蓋了一些天然天然氣管啊等等等等 那雖然這些天然這些雖然從哈薩克引入中國天然氣只佔中國全年消費的百分之一而已 對中國來說實在是不足為道 可是對哈薩克來說是一個很穩定的來源 因此呢這個從哈薩克以後一帶一路建設呢曾經就經過一段一兩年揮防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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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 那當然中間中間這個批外這個外界批評也不斷不過基本上這是一個第一個習近平就任以後第一個展現他這個對於這個重建國際的經濟秩序的這個企圖心的一個計畫 因此那個這個這個這個習近平在疫情之後重新出發 而且是在這個二十大之前做做這件事情我覺得他是是顯示說他這個這個未來這個這個在國內經濟界上是有是有他著力的地方 不但是國內還有國際的就是說特別是這個一帶一路現在呢傳出很多不好的這個消息啊對各國欠債太多了這些狀況 然後所以呢其實就顯示大陸在對推動這一帶一路上面他他不會他不會退了他可能會就是去就是彎就是雖然會有一些挫折但是還會繼續走因為這個對於大陸來講的話 他當初推這個一帶一路他是為了國內的生產過剩是他有他的他有他的戰略上的這個對的作用然後第二個是說哈薩克新新疆是接壤的國家 那北京政府呢在新疆大搞這個再教育的這個計畫 再教育營 再教育營大部分都是維吾爾族 維吾爾族 維吾爾族 但是裡面也有一些哈薩克人 是 那麼哈薩克這些國家對自己的國民呢被送到新疆去再教育 或是對自己的種族對同族人呢被送到新疆再教育反而不說什麼話至少對外沒有公開去跟中國政府對幹這件事情呢讓這讓北京呢也很窩心 因此因此呢加上這個新疆安全的因素所以他會他會積極的拉攏哈薩克哈薩克這個人在這邊做這個事情 好剛才林少宇提到說呃習近平呢在這個二十大之前啊而且在疫情之後選擇呃首訪呢哈薩克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哈薩克呢是他在提出一帶一路這個政策之後呢第一個簽約的國家第二個就是呃大陸在新疆的再教育營呢裡面的不只維吾爾族人還有哈薩克族人啊但是呢哈薩克政府啊對於這件事情呢從來未知一辭啊至少公開也沒有 那讓這個嗯這樣中國感到非常的窩心還有還有就是這個啊美國離開阿富汗以後呢這個地方的勢力呢美國等於是真空的啊那麼現在呢中亞這些國家對於看到這個烏克蘭跟呃這個俄國戰爭看這個自己也會感到安安全上有顧慮嗯嗯 因此呢他們都都會想辦法跟中國多靠攏一點離二國這個遠這個稍微遠一點了那麼哈薩克總統是目前中亞唯一一個 還沒有從一直沒有替這個俄羅斯侵略阿富汗背書的總統嗯就他沒有同意他所以所以這件事情呢讓你看出來現在總統呢他是有點他是有點想要這個跟中國的關係再靠近一點那至於對於中國來說呢呃習近平這次到中亞去他知道他一定會見到普丁 那麼他也可以這是一個他再度表明這個支持普丁的機會又可以痛戳戳戳痛西方的機會又可以避免說哎人家老師問說你什麼時候到俄羅斯去訪去行國事訪問嗯對然後然後呢就說這個在跟在跟哈薩克的部分你的最重要的還是鐵路跟天然氣管對就他要跟中國要這個穩定中亞繼續 有一個方法就是中亞多很多國家都是產油或產油兼產氣的國家那中國像這些國家買氣呢呃是一個這個這個能夠避開這個又可以買一個便宜的氣又可以就近幫助這個區域穩定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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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會然後另外是蓋鐵路蓋鐵路對於中亞很多國家來說都是一個避免避免這個避免 要綠鐵路經過俄羅斯的這個機會因為俄羅斯現在受到西方國家制裁非常不穩定很多國家都願意說我蓋個條新鐵路通不要繞過俄羅斯對中共來說這也是好處因為他他基本上就可以增加多縮短的這個行程對縮短他那個距離嘛而且這個大陸呢跟這個中亞這些國家談這些鐵路的計劃他們基本上其實是已經進展很久但是呢他中間呢就牽涉到很多的因素是所以不管是錢呢各方 路線路線對他所以他的進展都沒有那麼的順利啊那關鍵呢就是在於說呃因為中亞呢這些的內陸國家他如果有鐵路啊呃作為他最重要的一個運輸的話對於改善當地的經濟呢是有非常大的幫助是但是問題就在於是呃這也是中國在一帶一路上面的常常碰到的一個困境就是說呃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他們的鐵路所到之地啊嗯 嗯他們常常呢的結果就是因為中國的商人很勤奮嘛嗯然後工人也很勤奮啊他讓大軍進來對大軍進來了就當地呢他其實當地民怨很深對他並沒有賺到他並沒有賺到比如說啊我因此有了工作機會然後我因此了在那個小貿易啊各方面的得到利益啊所以這也是個麻煩但剛才林少羽講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說他這次呢去碰他這次呢和呃普丁會晤習近平他就避免了 他其實可以戳通了西方對然後他又可以表示說跟這些呃這個中亞這些國家說我還是支持你我還是支持大家的然後這個我不會這個在這表面上是背棄俄國然後第二次呢習近平到目前為止沒有真實去訪問莫斯科沒有真實訪問莫斯科過吧我記得就是在對在那個而且特別在這個俄羅斯呃入侵這個烏克蘭之後 大陸方面在這的談話呢都四平八穩嗯嗯關於俄物戰爭事件上面都四平八穩嗯所以可是現在的這個形勢變化會使得呃他們這一次的見面呢就會比較受到矚目就是說 你認為究竟有沒有因為美國跟中國之間的角力升級所以讓中國跟俄羅斯靠得越近呃我覺得沒有靠得越近耶 基本上我覺得中國是在拿捏跟俄羅斯的關係的時候其實拿捏還排斷對對他只是他只是去買便宜的油而已或是買便宜的能源而已然後在其他的敏感的事情上面他都這個保持更遠的距離有學者預測說呃因為現在俄羅斯的戰士失利啊然後美中之間的較勁升級呃中國有有可能會給提供俄羅斯 無人機我不認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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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人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如果這樣就是跟美國為敵了啦跟世界為敵了對除非他民主陣營為敵了所以不過除非他提供給中國俄國無人機是那種像那種民用的這個一般好玩的不過呢你記不記得上一般我們也提過俄羅斯基本上是很會利用舊科技在發展新事物嗯好我們這個待會再講到這個俄羅斯呃這次 在烏克蘭吃鱉啊我們繼續來談這個烏茲別克呃上海合作組織會議的問題烏茲別克呢他是這一次的這個上海合作會議的主辦國然後呢基本上烏茲別克是這個現在中亞這幾個國家裡面改革開放最領先的他的這個現在總統叫做米爾激耶 對是約爺夫很難唸的然後他是2016年這個當上總統在他在他之前的那個是一個這個呃是一個獨裁者啊然後叫做卡米爾夫卡米茂夫 然後呢他在他是卡米爾夫當總統的時候他是卡米爾夫的總理然後呢他他他當任總統之後呢一改前任這個高壓政策開放媒體啦開放這個宗教啦等等的就做然後既藉吸引外資進來所以現在現在知道烏茲別克現在是中亞改革的中亞這個改革開放的模範身上那跟他前任比起來實在是有天朗之別啊所以這也讓西方國家大為驚豔啊 他前任卡米爾夫呢他是一個高壓統治的這個這個獨裁者他曾經這個把反對反對的反對者丟到鍋子裡面煮熟活活的煮熟你相信嗎哇這好像中國古代那個是啊是啊頂貨那樣對啊好可怕是啊好可怕對所以好可怕好來請進去對對對所以然後呢今天就是對然後他在很多地方呢也也跟中國靠得很近尤其在呃這個中國 跟中亞的這個吉爾吉斯要共建一條要開開一條蓋一條新鐵路這條新鐵路呢完全繞過俄羅斯然後就從這個吉爾吉斯從這個烏茲別克然後進到這個伊朗然後進到這個土耳其然後進到歐洲去可以節省節省這個將近一千公里的鐵路鐵路行程然後呢這些這個這個烏茲別克總統完全支持這個事情所以這個這也是讓這個中國感到覺得說應該跟這個應該去 大力去推動這條新鐵路雖然這條新鐵路已經這個商量為了這個路線為了建造費用等等不過他們終於在上前幾個月達成協議了下個月下個月就是就下明年三月就要就要完工嗎沒有完工就要開工明年三月才開工對對對討論非常久了對然後這是這條鐵路另外第二條鐵路呢是叫做橫跨阿富汗鐵路阿富汗現在美國勢力特出以後呢很多國家就想要說我們可以趁機這個趁機來把這個 舊的這個舊的一個想一個已經討論過去幾十年來討論很多次的想法這個這個再弄起來要建造阿富汗新鐵路可是阿富汗呢過去呢由於這個這個政治不穩定所以沒有人想趕到那邊投資現在反而是塔利班執政以後他們認為說雖然是高壓執政可是呢政治是穩定的除了除了那個IS那個小股集團在那邊以外所以反而是對商業來說呢對於這個重要基礎建設來說是有幫助的 因為他的他的工程難度非常的大而且他的那個跨的這個區域他們現在就是塔利班政權其實還蠻歡迎這條鐵路是然後呢可是他們第一個阿富汗呢是一個地群是個非常齊趣的地方這鐵路要蓋起來工程難度比較高然後這鐵路要還可以要下一站下一段要通過的國家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現在跟中國之間的債務是這個牽頭歪去啊都不知道那個債該怎麼 然後那要不要再繼續在巴基斯坦投資那個這也是另外一個問題 巴基斯坦還有對巴基斯坦的問題很大但巴基斯坦也是上海合作組織的這個成員國啦所以說這次主要他到哈薩克齊民到哈薩克以及到烏茲別克有兩條鐵路是這次的重點對不對 從哈薩克這邊經過土耳其然後到這個歐洲繞過這個俄羅斯然後在烏茲別克這邊呢是要穿過這個阿富汗 他現在的問題就在是說巴基斯坦這一段怎麼辦因為他要出去然後才能夠有海港嘛對因為巴基斯坦 中國在巴基斯坦已經有一個海港可以用海港啊對所以對他最重要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對他要連起來對然後對普丁呢大概據說呢中亞的烏茲別克還是哈薩克總統有跟有跟跟外面講他已經得到普丁的普丁的這個同意啊默許就說你們該鐵路不經過我沒關係那可是呢這是這種 這種話呢到底是不是算不算話呢就誰也不知道現在就要看那個普丁有沒有力量 所以說有關係啊是啊沒錯啊對因為這很有意思啊你說這個跨阿富汗鐵路在20世紀初 俄國和英國就想要這樣做是不是 對沒錯他們當初殖民或者入侵阿富汗的時候都想過這個點子 然後1970年代伊朗跟蘇聯也考慮過然後2001年美國進攻阿富汗之後 西方國家呢也也想過但是沒有人做得成是對然後另外一個這個這個這一次 重要的是這個這個這個一個參加要參加上海要做組織的一些被被選的成員 對像是因為中國中國這個上海要做組織的幾乎基本上就等於 中國大陸在現在手上這個參加最重要的一個國際組織 因此呢他過去呢花他做去呢基本上是一個緩慢成長的組織 然後伊朗比如說伊朗呢2005年的時候就申請擔任觀察員 可是呢到花了13年到今年才才他們才同意他申請路會 那還沒有同意他路會啊同意他收受他的申請才才然後 但以現在情勢來看伊朗這個路會是指日可待了可是呢這個這個 那同樣的那麼他在這個接受其他國家申請路會的腳步上也進也 也這個加快了腳步那麼現在他基本上有八個國家八個成員國 如果你算上伊朗的話九個成員國然後還有還有這個四個國家是觀察員 還有好幾個國家都是成為這個對話夥伴跟大家談一下就是哪些國家了 因為我們對這個上海合作組織呢應該是大部分都是比較陌生的 上海合作組織呢中國大陸呢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 這是這是當初這個上海俄羅斯的前身叫做五國對話機制的這五國 是然後他現在呢正式的成員還有印度巴基斯坦跟烏茲別克 然後伊朗呢這一次呢可能會加入啊然後觀察員的部分呢你可以 那伊朗現在是觀察員現在是觀察員是然後白俄羅斯也現在也是觀察員 不過他這兩個國家都都已經申請加入成為正式的成員 蒙古現在觀察員然後阿富汗前政府以前也是也是觀察員 不過現在他現在已經沒有前政府了對他這次他們會參加嗎 塔利班政府會派人參加沒有聽說沒有聽說 然後他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他的對話他對話夥伴呢 這個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埃及卡達柬埔寨亞塞拜蘭亞美尼亞 尼泊爾斯以蘭卡跟土耳其 這裡面至少有這個幾個重要國家是埃及土耳其 沙烏地阿拉伯卡達這幾個是重要國家 還有一個有趣的地方是呢 這個印巴這兩個敵對國家兩個都是成員 另外亞美尼亞跟亞塞拜蘭這兩個也是交戰的國家也是還在打 還在打他們也是也是對話夥伴也是成員之一 然後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 對啊所以這上河組織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還有他有幾個重要的上次就林少宇也講過 他這個成員裡面呢有四個河大國 中國俄羅斯印度跟巴基斯坦 然後呢沙烏地阿拉伯有沒有也不知道 現在他正在發展中正在發展中 然後呢伊朗就是潛在的河國家 對啊對還有產油國 產油國這個產油國也許大家會覺得沙烏地阿拉伯拉 怎麼卡達一定都有是大家都知道 可是像中亞這些國家很多都有都是產油又產氣的 雖然他們產量不能跟波士灣的國家比 也不能跟美國比不過他們對於這個 他們這個經濟情況呢不會這麼糟糕 完全是因為他們有產油跟產氣的原因 是所以這個上海合作組織他發展到現在 幾乎就是一個和西方的陣營呢 拉鋸或是 對拉鋸或是 因為我覺得講對立也也也不對 因為像這些成員印度啦什麼都是燒掉了 都是他們西方極力拉攏的對象 但是就是非西方 非非西方的這個陣營 非西方反正就是一個 非歐非亞又歐又亞 又對對他的成員是很特別的 好所以這是上海合作組織大家就是會高度的去關注啦 他到底會還會談成什麼樣的議題 另外一個就是大家就好奇說 到底這個烏克蘭的事情這個國家會不會在會中談 不過因為普丁在場我想沒有人會去沒有人會去碰這一筆指揮 這個英文叫做房間裡面的白色大象或是房間裡面的大象 房間裡面有一頭大象或是一頭白色大象 理論上是大家關注的焦點 可是他就視而不見剛做沒這回事 所以 你有沒有覺得很棒 什麼很棒 就是說這就是國際政治的虛偽 對啊對啊 而且他也是現實他非常的務實 就是說這些人呢都專注於他自己務實的這個地方 所以大家就討論 那些問題他也不是第一個那些問題呢 你參貨進去之後呢 他就選邊站了 可能我就倒楣了 被迫被迫表態 我覺得這個氣啊天然氣啊 還有這些緊張關係這些部分呢 倒是 對他們寧願談一些天然氣的合作啦 或是鐵路的合作啦等等 這些還沒有 至少有人出來說 我已經跟普丁談好講過他沒意見 那好啊他可以來談 他就可以繼續弄了 對啊 然後還有 因為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 這些人的態度呢都會 這些國家啦 的態度呢都會變非常有意思 比如說像印度 印度最近呢參與了 美國那個印太經濟架構的對話 可是他表明了就是說 我那個貿易的部分呢 我不參加 所以那他 然後中國跟印度呢 他們最近呢在邊界呢 又談成了新一輪的 就談成了各自 是 稍微退兵 稍微退兵 那但是這表示中印解決了這個問題 也沒有 然後伊朗呢 又伊朗又在裡面 然後最近呢在俄乌戰爭 呃裡面發現呢 烏克蘭就說 欸我發現了伊朗 你提供這個無人機給這個俄羅斯 所以我發現了你的這個殘骸 就是他的無人機被打下來的殘骸等等 所以很多這個 所以使得這個上海合作組織非常的有看點 就對了啊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 要來談一下就是有關於 呃英國 查理三世 查理三世 終於當國王 他叫這個 他把他自己的 就稱作這個查理三世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啊 就是說 因為查理一次查理二世 他在英國的歷史上 他都有特別的這個地位嘛 那因為他是查爾斯嘛 對 然後他就 查爾斯3 到底有沒有些什麼樣特別的意義 然後查理王子 查 查理三世 查理國王 登基之後呢 英國的未來又會是如何 好這個最近呢烏克蘭呢 用了大概 呃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的時間 五天到七天的時間 然後呢 反攻 在烏東 在烏東 在烏東反攻 然後呢 而且這個進展非常順利 第一個讓這個俄國呢 措手 措手不及 還沒有想到這個烏克蘭會反攻 第二個是呢 烏克蘭反攻速度很快 這個五天到七天的時間呢 他就佔領了大約這個九百九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不是佔領的 拿回來 收復了九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然後呢 這個在地圖上 如果在地圖上你可以看得出來 俄國現在在這個烏克蘭實際上還控制的土地呢 跟兩個月之前 三個月之前呢 是差不多的 意義就是說 俄國在過去幾個月 雖然在這個軍事上有所進展 可是現在呢 因為這個烏克蘭的一次這個大反攻呢 就又退回到三個月 四個月之前的那個那個狀態 那就是說你這幾個月都白幹了 嗯 那很多國家就說 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來 結果這件事情也許是 俄烏戰爭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那麼這個會就是改變了未來這個 兩軍對峙的這個態勢 第二個是說呢 這個他們沒有想到俄國的部隊軍隊 是這麼的 是空心大老官 Hololess 就是他裡面是完全是 而是個金玉其外敗去其中的 這樣子一個軍隊 那麼也讓他就 也讓他認為說 到底俄國這個戰爭打不打得下去 因為普丁一直沒有宣佈這個全國要動員 沒有宣佈這跟俄國這跟烏克蘭這 是一個正式的戰爭 我沒有跟你宣戰 沒有這個你宣戰的時候 他就不能在國內去動員這個全這個這個 義男去來當兵 在我們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戰要怎麼打呢 所以說這 呃現在我看到另外一邊 就是在俄羅斯這個裡面喔 他的一些他的新聞的這些報道嘛 他有顯示出來第一個就像林少宇剛才講的 因為普丁的始終都沒有發佈動員令 對 甚至於呃他的不發佈動員令呢 俄羅斯內部呢 有些鷹派的人還還認為說 因為 哎呀你應該要發動啊 發動動員令啊 趕快把他打下來 可是他不動 第二個呢 就是說呃在俄羅斯裡面 現在大家對於呃這件事情的關注度 其實已經是降低了 好就是降低了 很多的新聞媒體啊 就不太在報導 對 不太在報導這個事情了 但是呢 我要請教這個說 請教林少宇是 他到底 那現在 現在這個呃 烏克蘭的這種反攻 那美國也非常的振奮啊 因為布林肯也去了齁 那奧斯丁呢 他們也講了一些 美國國防辦奧斯丁也講了一些 就是現在正式要反攻的時刻啊 或他會改變戰局嗎 還是現在就先hold住一下 然後等到冬天來了 然後歐洲呢斷氣了 嗯 然後再戰事再繼續拖延 我覺得 不退 不進不退 我覺得不不進不進是有可能的 對 不進有可能啊 不退也是啊 不退也是有可能 就僵局在僵局在那邊是有可能的 可是 現在勢頭看是看好烏克蘭的 烏克蘭他是 他證明他可以跟西方說他證明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說你們幫助我的那些武器裝備 是有用的 我們也善用這些這些武器裝備 然後呢 請你們繼續幫助我去打贏打贏這樣戰爭 那麼 折文斯基呢 這個你如果記得四月份的時候 他對於這個兩國要兩國要這個這個談判這件事情 他是他是有彈性的 他說我們要要和平啊 不要老百姓再繼續這個受到戰爭的推殘 可是他現在這些話都不講了 他現在這最近一個禮拜又繼續講說 我們要這個收復這個要把克里米亞拿回來啊等等等等 他也看到了這個勢頭這個對現在對烏克蘭是有利的 而且一個最新的進展啊 就是說 嗯 澤倫斯基呢他就擬定了啊 呃要求西方提供的安全保證清單啊 他有一個草案的版本啊 那他說烏克蘭的安全保障方案啊 基辅建議歐盟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和土耳其啊 成為他的擔保國裡面有一些的條文啦 嗯 但是我想現在沒有人會認真的會去談這個 談這個問題 對 因為這是如同剛才林少宇所提到的啊 他他就是擔保國 他不能夠解除2014年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的時候 你對他所所實施的所有的制裁 對 除非莫斯科呢 停止對烏克蘭的侵略啊 保證未來不會攻擊烏克蘭啊等等之類的啊 所以說現在的戰局就變成是僵局 對 那現在下一步就是看普丁怎麼做 普丁現在面臨的 面臨的是國內 他對 國內對他的壓力 他在國內感受到壓力越來越大 那麼這包含呢 過去一向支持他那些 大斯拉夫民族主義者等等 不過現在對這場戰爭俄國表現 俄國軍隊表現這麼差也非常有這個意見 他們甚至呢 開始這個點名那些俄軍的將領說 你們再繼續這樣下去這個戰打 就是叛國等等等等 那麼他們還雖然還沒有對於普丁個人這個指責 可是大家可以看就是大家都看得出來說 他們這個這個意在嚴重就是你普丁怎麼會領導這麼不利 那麼這也是會造成普丁的壓力 嗯 對 我都很難想像普丁有什麼特別的壓力 你知道就實際上就實際上他是有壓力 對他是有自己人的壓力 但是問題對 但問題是在於是他的對於他的政權 對他個人的政權來講 不會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對 那過去這個自由派的人非常這個這個批評普丁普丁 那關起來了 那關起來了就是他不會有聲音了 對 所以他現在只是就是他要跟他要跟其他的 跟西方國家就比氣長了 你你遭遇到的這些經濟上面的這個制裁 你這個天然氣你其他的部分 你能不能夠得到 對 得到這個合約 對 然後因為他的國內的經濟的問題還是很嚴重 是是 還是很嚴重 所以冬天來其實對烏克蘭跟烏洛斯來說都是一個 嚴酷的挑戰 都是一個嚴酷的挑戰 可是他們也兩邊都可以得到一些喘息的時間 好 接下來我們就很快的來看一下這個查理三世 查理國王這個繼位之後他所要面對的問題 第一個他可能要縮減這個王室成員 對 現在他所謂王室成員就是指說你要全職這個去替王室做事 英國王室做事的這個成員 現在他的這個成員非常非常多 包括女王除外的話 因為女王已經過世 女王除外的話 他還有這個國王的 國王跟王后夫婦兩個 然後他兒子跟兒媳婦 凱特還有威廉 威廉 對 然後呢 他的這個弟弟跟妹妹 夫妻啦 也有這個安妮公主是單身 現在單身 之前都是他往事的成員 然後 他弟弟不是已經因為那個姓 那是安德魯王子 安德魯王子 還有一個愛德華 所以這些都是這個王室成員 他們既然有全職的工作 他們就有薪水 那他們薪水都是這個 這個英國政府出的納稅人嫌 所以英國過去一定有 一直有人說 這個這個 我們每年花在這個王室成員 這個身上的錢太多了 太多了 那麼過去查理王子呢 也也也這個 這個在私下跟這些 這個朋友或者 這個交談的時候 也認為說這個太多了 所以他們 而且歐洲很多其他的君主國家呢 都只有一個 或是兩個王室成員去做 去 領政府的薪水 去做這個 去做這些事情 因為很多人猜測說 他可能會削減一下 王室成員的這個這個數目 那 可是呢 這個 第二個是說 你王室基本上 你再討厭 在英國 你再討厭他 你都不能否認 第一個 他是英國的不成文憲政的 一個一個憲政的這個 不成不非正式的憲政 憲政運作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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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對 那你要把他這個削減 那 而且第二是說 英國的這個形象呢 等等都被 過去幾 都因為這王室 在至少在一三百女王時代呢 這個 這個 英國的整個的國家形象都變得很好 最重要的是因為 這個英國女王維持了 維持 維持了這個英國呢 那種大英帝國的一種懷舊的 懷舊的象徵 你知道嗎 雖然說呢 雖然說在這個二戰之後 然後大英國協 他現在其實 他的實力值已經限縮在 他的英倫三島了 但是呢 因為有大英國協 因為有英國女王的成功的 維繫這個王室 所以 對於很大部分的這個英國人來說 王室的存在 他其實是一種榮光啊 對 對 他是一種榮光 那 那王室 那個女王過世了 那查理王子 他要面對的就是一個很現實的一個問題 大家覺得王室花費太大了 那王室現代化的問題 而且加上查理他沒有威望 也沒有 對他也沒有那個魅力 對 那所以說接下來 比如說 紐西蘭總理 他們 他就講了 這個 遲早他們要改變 對 他什麼時候會脫離 就不知道 那報道上很多媒體都說這個澳洲跟加拿大兩個都會都會一向有這個改到改共和制的這個呼聲 可是不要忘了那些都是民調 民調就算你有三分之一的人支持 可是去要去看看他的改制的這個這個這個規定是什麼 澳洲跟加拿大改制規定的門檻都是非常高的高到你也想都不必想 對比如說澳洲呢除了要這個公投通過之外還有六個六個州其中有四個州要通過 意思就是說這是這是兩道門檻兩道兩道高門檻都要跨過才行 然後第三個是他們規定說就算你廢掉了這個軍主力限制 這個國家還是要有一個總統有一個國家元首不是首相就可以了還有一個總統這個總統也許是用選出來的也許是指定的 他們可以改啊他們可以從那個改成共和國的時候 對 一併取消啊他就直接改成改成是內閣制就好啦 可是前面前面前面那個那個兩道門檻就很難 加拿大更難加拿大就必須要這個眾院參院跟這個所有各省的這些立法部國會部門全部都要通過才行 那他們什麼是什麼時候有這種有這種有這種議題會讓大家全部通過 就是很難就不爽的時候 可能會有不知道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現在現在這些都是講講 所以這就是對於查理國王的挑戰啦 對啊 好我們最後談一下一點點時間談一下這個Trust 英國的新任的首相啊 你就說現在因為是國桑的關係 國桑期間所以他議會不開會 對 那他就沒有辦法這個發表他的這個這個這個政策 那在英國的十九號女王的這個商禮過了之後 他可能在二十號二十一號就就發表他中國政策 各政策然後中國政策的最屬於人注目的是呢 這個英國現在把這個這個中國當成是光泛的說法是當作戰略競爭者 可是這個Trust他在競選的時候他說不對中國就是個威脅 那麼你現在真正的當選了這個這個這個黨主席以後 你是不是還要用威脅這個字去定義你的最大貿易夥伴 這變成一個大家大家在關心的問題 第二個是新疆的問題 新疆中國英國政府過去一直不肯把中國在新疆做為當作是種族 你不僅要去抵制他你還要去懲罰他你做得到嗎 第三個是英國現在人員特別貴 所以重新蓋核電廠的這個聲音又起來了 可是現在全世界會能夠掌握核電核電廠蓋的技術只有兩個國家兩個半了 一個中國一個二國再加上法國 還有韓南韓也不錯 南韓也不錯 然後呢那你要你要核能自主要不依賴中國 那你也不會去依賴俄國 因此你就只能找法國或是南韓 對那你要不要這樣做 找法國就好了嘛 那為什麼不做呢 找法國就好了 他們最近不是那個約 中國大陸最便宜的這個核能 他不會那就找法國就好啦 而且這個他拿這個約雖然不大 不能夠跟他們那個AUKUS的那個來比 因為英國在這件事情上面 他去塞郎這個澳洲 讓這個法國失去那個大單 很不爽 他就拿這個核能這個來換啊 那個太小了 沒辦法啊不然呢 好謝謝林少語 這就是今天的飛碟午餐 拜拜 我問你們 太小了 這一任 然後再多一點 你呢 那你應該是一個小學